奧運金牌組合 李洋 王麒麟奪牌後 人氣水漲船高 但由於悠遊卡代言 引發不少風波 由於兩人所屬國營事業土營 並具有公務員身分 因此無法兼職代言 一度被傳出 可能因此被迫離開土營 稍早兩人進行公益活動時 這曾經正面回應 表示現階段人跟土營 維持良好關係 我們沒有要離開公司 就是土地銀行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被大家講得好像要離開公司 會覺得蠻難過的 希望還是注重在於 運動員身上 成績身上 為了讓外界把焦點 重新擺回球場 經紀人吳一倫 28號透過兩人所屬的 林陽國際體育 顧問有限公司發表聲明 首先坦承肖像權授權風波 以及經紀人疑慮 因為主動告知土營 詳細合作方式及內容 在行政作業上 確實有所瑕疵 讓土營擔憂恐造成違法疑慮 再次向土營及社會大眾表示誠摯的歉意 此外經紀公司與兩位選手 來互相信任關係 從奧運前就義務擔任經紀人 並未成立役為出發點 日後訓練與比賽以外的合作事務 將與土營進行妥善溝通 至於林陽佩 受到土營長期栽培 在未成名前就提供訓練與比賽資源 王麒麟和李陽皆心存感恩 以由衷感念 土營常年投入支持台灣運動選手 因此自始至終 絕無離開土營之意 既然現在土營跟黃金南雙 都決定持續攜手 也請真心支持體育的觀眾 再次做好集氣準備 因為林陽佩已經有明確比賽規劃 期盼在10月份的糖油杯再創佳績 國安局新聞 綜合報導